请酌情观看 那男孩伸出手 摸了摸病人的胳膊 这位病人是位低级人员 他的前臂上有一个深深的心伤口 是由一场小争执造成的 没事的 别管我 他很快就会好的 等等 他在干嘛 他手臂上的伤口开始自省愈合 他那一毁坏的刺青又恢复了往日的光彩 然后他开始出现在男孩的手臂上 他忍受着疼痛并同时微微抽气 完成后 他只是对他瞥了一眼 就像这只是他身上的另一个装饰 一个他不需要也不想要的装饰 助理研究员拍了拍他的头 男孩笑了笑 然后又恢复了一贯茫然的表情 并开始自己进行医疗 就像他每次疗程后做的那样 一位初级研究员 Adam Bright博士 冲进了房间 拜托 我的孩子需要帮助 很紧急 助理研究员恼怒地瞥了他一眼 然后又看向那个男孩 那马上去吧 你可以等下再治疗 那男孩停止了包扎 点了点头后 就跟着Adam走出了房间 你好 我叫艾佑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 SCP基金会 Safe等级的 SCP-590 SCP-590 也被称为 羽辱共苦 是一位年轻男性 年龄约为16岁 虽然其在各方面都是一个正常的青少年 但当590接触到任何人类时 他可以治愈他们所有的伤处和疾病 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上的 作为一种副作用 590自己会受到相同的伤害 并遭受所有的痛苦和后遗症 他被命名为T.J. Bright 要说明的是 在治疗物理伤口时 590不仅会感受到伤口的疼痛 伤口愈合后 也会在其身上留下疤痕 590所进行的任何精神治疗 都会直接转移 因此他会得到他正在治疗的 那个人的精神疾病 然而 虽然他的能力很神奇 但590并不能治愈 由心灵感应引起的精神障碍 包括有某些能够改变思维的 SCP所引起的心理障碍 他从他异常的能力中 得到的唯一好处就是长寿 他自从来到基金会后 就没有老化迹象 当590受了太多伤之后 基金会可以给他服用SCP-500 那是一种口服的万能药 服用后能够在两小时内 治愈所有疾病 这能使他恢复到 受伤较少的状态 然而 这并不会治愈他一生中 累积的所有疾病和伤害 他只能治愈前两个小时的伤口 目前 他所积累的精神疾病 并没有痊愈 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测试 来了解他是否能 治疗新的精神疾病 基金会的研究人员还指出 590确实拥有一个正常且功能很强的头脑 但当Brights博士接手他之后 情况发生了变化 Brights博士诱导590 治愈了几个智力障碍的病例 而他们的疾病就这样反过来转移到他身上 于是造成他永远只有一个三岁孩子的思维 或许590完成的最令人惊讶的壮举 就是利用他的治愈力 成功让一个失去气息的婴儿复活 其最终被赋予了一个SCP编号 SCP-321 SCP-321原本是一位无法活着的人类女性 在研究人员Adam和他的妻子 兼医疗助理Avelyn的干预下而复活 Adam对他的女儿使用了590的能力 其后来变成了321 并落入基金会的监管之下 他无法说话 皮肤惨白 智力低下 同时由于他目前是由一个人造心脏与支架 来支撑他的活动 因此他的身体也很虚弱 也许因着590的能力 321具有很强的再生能力和延缓衰老的能力 虽然如果伤害持续且迅速 他的身体就会开始腐烂和分解 无法像590那样再生到伤痕累累的状态 但是一旦植入他的人造心脏 他就能恢复到完全健康的状态 321待在基金会的时间里 他一直保持着低智商 就连最基本的技能平均也需要好几年才能学会 但他仍然无法学会说话 尽管如此 他会发出类似于非常幼小孩子的声音 以此来表达他的情绪 以及他想要什么或不想要什么 590跟着初级研究员Adam 朝着基金会的急救室走去 Adam解释了情况 我和你母亲又有了一个孩子 嗯,你要有一个,嗯,一个妹妹了 但是他,他出来的时候 状况不怎么理想 Adam的步伐加快了 他对590跟不上自己 以及他明显对这话题不感兴趣的事感到恼火 哦天呐,你快点好吗 590加快了脚步 但仍落后于Adam 很快,他们来到了产房 Avelyn抱着他失去气息的女儿 眼里含着泪水 呼唤着他的名字 Sarah,Sarah 求求你,展现你的魔法吧 590慢慢地走向Avelyn 然后把他的手放在孩子身上 一道神奇的光芒从他的手中散发出来 光芒消退时 孩子的脸颊成粉红色 这是生命的象征 很快,最欢乐的声音充满了整个房间 那是新生儿的哭声 哦,我可爱的 可爱的 孩子,看看他 Avelyn 他是不是很可爱呢 他推开了590 拥抱了Avelyn和他的女儿 590看了看他们 然后走向出口 当他回头看时 他看到孩子正看着他 590笑了笑 走出了房间 孩子随后被带到基金会监护室进行检查 并被授予SCP编号 研究员Adam多次抗议 要求取消他女儿的SCP身份 我请求取消SCP-321的SCP身份 他对基金会和整个社会都没有威胁 他的能力并不强大 他仅有小女孩的智力 基金会还能从他身上获得什么知识 Brights博士 你随即在没有基金会批准的情况下 在321身上启动了实验 还有 他的再生能力还没有被完全理解 而且他似乎拥有一种 我们才开始研究的长寿形式 你的请求被拒绝了 坦白说 你得庆幸你没有被训斥或解雇 他因为他的再生与生长能力几乎快死了 既然他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 我认为现在取消他的SCP身份 并将他转移到医疗环境中 与他的家人在一起才是合理的 他已被证明没有丝毫威胁 最后 还有什么是我们还不知道的 321当初近乎死亡 是因为他的能力导致的 并不是因为基金会的疏忽 他的情况确实已经稳定下来 然而 他不知怎么的竟能够完全康复 并维持在一定形态 我敢说这是值得实验和研究的 就在Adam准备离开坊间时 其中一位欧武成员对他说 你与我们合作得很好 Adam 但基金会的工作人员 对任何SCP产生感情 都是不合适的 你最好牢记这一点 至此 Adam完全失去了耐心 产生感情 产生感情 他是我的孩子 该死的 听着 这是你最后的警告 321不是 以前不是 将来也不会是你的女儿 他要么是在基金会的看守下 要么是被释放 也就意味着消除 明白吗 Adam握紧拳头 保持沉默 很好 很高兴我们达成了共识 你可以走了 321长大时 590都会和他一起度过他的休息时间 当Adam来叫590的时候 他们正在他的收容间里 在纸上涂鸦 TJ 又有个百吃受伤了 恐怕你的美术课要暂停了 观察他们的助理研究员 纠正了Adam 他们关于基金会内需使用的恰当术语 先生 恕我直言 这个男孩不能被叫做590以外的任何名字 他只是一个被利用的工具 而不是谁的朋友 兄弟姐妹或孩子 你给我听好 那是我的孩子 我的儿子 我想怎么叫他就怎么叫 而且你也做不了什么 明白吗 当590站起来的时候 他看到321的手指不小心被纸割伤了 他开始哭泣了起来 590拍了拍他的头 然后把他受伤的手握到自己手里 好了 好了 我会让他消失的 只见伤口慢慢愈合并停止流血 随后321笑了 但当他看到血慢慢渗透590包扎的手指时 又难过了起来 没事的 小事而已 我会回来的 妹妹 到时我们在一起玩 他又拍了拍321 然后站了起来 他笑了笑并转身走向Adam 来了 爸爸 当遭遇自动破极炮的远距离突袭时 2241愤怒了起来 抓住破极炮炸弹 然后以大约1.4倍的因素将它扔回发射处 你好 我叫艾佑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 SCP基金会 Euclid等级的 SCP-2241 SCP-2241 又称十字军 Cameron 是一名7岁的宗法男性人形实体 具有较低的念力能力 并显示出拥有潜在的现实扭曲能力 2241被监护在一所标准的单人收容室 以让基金会分析了解它的能力 并利用这些知识来制造出更多的超级英雄 准确地说 SCP-2241展现出了能够操控其所见到的物件 或是其6米范围之内物件的能力 同时受其控制的物件可被进行传送 或是产生轻微变化 意味着这是一种更为普遍的现实扭曲能力 对基金会来说 2241被视作是对念力和现实扭曲 做长期或高强度研究的良好候选对象 尤其是它还是个异常人类 在它的收容室内 2241被允许观看电视与漫画书 在必要时可拒绝予以上述物品作为惩罚 因2241的持续配合对长期收容具有重要意义 所以人员需称呼2241为它给的名字 也就是Cameron 目前基金会研究人员的主流理论认为 2241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发展出更强或更多的异常能力 因此考虑到对其长期收容与研究的重大意义 2241必须认为它正在与基金会合作 且相信基金会对它来说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以下是一段视频日志 记录了研究员Valdez 试图获得2241的幸运时的事件 Cameron 你能告诉我火力部队找到你时发生了什么吗 火力部队 你是指那些士兵 对 我在试着帮助那位女士 你为什么要帮她 她看起来很害怕 那个坏人有枪 她在试图逃跑 必须有人去帮她 但为什么是你得去帮她呢 为什么不逃跑并报警 超级英雄必须帮助人们 我可以不触碰物品就移动他们 而其他人是做不到这种事的 所以我该利用这种能力去帮助他们 Cameron 这很棒 你曾像这样帮助过其他人吗 不 我就只是练习过 在森林或类似的地方 曾经有人看见过你练习吗 我想应该没有 我试着把练习的事情保密 但有时候有人会在森林里散步 他们可能看到我了 但我觉得应该没有 好 这很好 你能做到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可以不触碰物品就移动它 但是如果它太远或太大的话 就没办法了 只能是让一个杯子横跨房间 或一个人的胳膊或是之类的 有时候受操控的东西 也会出现一点变化 出现一点变化 是指什么呢 Cameron 有时候我移动一些东西 它们就变成了我想要的东西 比如 有一次我在移动一块石头 它变成了我曾经丢失的一个玩具 但是它只维持了一会儿 在我到家之前就变回去了 你曾故意变换某些东西吗 并没有故意去做 但有时候 我听到我的父母在吵架 我许愿他们停下 然后他们会一时分心 但很快又继续争吵了 你的父母经常吵架吗 不 并没有 我相信他们不是真的生气的 他们曾经向你发过火吗 有时候爸爸说那是我的错 我应该更加努力的 妈咪因为我的房间凌乱而发狂 但我已经试着保持整洁了 我不想要他发狂 没事的 Cameron 你 你在这里就没事了 谢 谢谢 谢谢你 你知道吗 普通人是不会理解这种力量的 而且一些持有这些力量的人 还可能想要伤害你 对 英雄是必须得保密身份的 你有个超级英雄的名字 来防止你的身份泄露吗 我是石 石字军 Cameron 那可是个很酷的名字 Cameron 那么因为这种危险性 你得先住在这里 和SCP基金会待上一段时间 你有任何问题吗 先生 SCP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含义是 控制 收容 保护 所以它会和坏人战斗吗 就像神盾局和复仇者联盟 没错 Cameron 就像复仇者联盟那样 2241似乎信任了研究员Valdez 并相信基金会正尝试着 尽可能的帮助他 基金会相信 2241可能是遭遇了他的父母虐待 导致其所述能力得到发展 经欧五准许 在几项参与了无辜路人 与对SCP-2241 私人物品威胁的实验之后 2241已发展出了 许多与后期念力 现实扭曲者一致的能力 2241目前能不失手地 传送其自身与物体 另外 还能预知几秒之后的事情 先做出反应 并可在无需看着物件的情况下 移动或转变12米之内的物质 至今未曾记录的能力 如自我复制 也曾经出现 在一次实验中 2241显然在爆炸时 吸收了炸弹的能量 该过程机制仍未彻底探明 但巨星是将动能 转换至某种同等的势能 此外 基金会还在 2241的个人物品中 发现了炸弹 被发现后 2241非常愤怒 并在其爆炸前 将炸弹传送到 一定距离外的空中 2241花了一定的时间 才冷静下来 不住一直说着 没人能拿走我的东西 这不公平 我很强 我可是十字军 还有一次 2241被发现 从基金会的特制保险库中 卸走了一个盒子 当时 他成功转送自身进入金库 取走了盒子 并控制了基金会的感应器 导致减缓了 其感应到动作后的启动 这一事件 仅在之后的分析中被发现 2241对该事件的道德性 并不在乎 这种情况 在他与研究员Valdez 交谈的那天相比 有了明显的变化 有一次 在遭遇自动破级炮的 远距离突袭时 2241愤怒了起来 抓住破级炮炸弹 然后以大约1.4倍的音速 将它扔回发射处 明显的 可见2241的能力在生气时 精准度会下降 且大体上更加暴力 我恨他们 我是一名基金会复仇者 而我恨那些坏人 我要打败他们全部人 在另一个实验中 两名公民在由防弹玻璃床 相连的房间内 被持枪的敌人 挟持为人质 而SCP-2241被告知 该玻璃不可被破坏 同时该人质不可在 非接触的情况下被传送 为了营救他们 2241复制了自己 同时将两名人质 传送进基金会的 战地指挥所 然后再回来捕获敌人 2241之后报告有反胃的感觉 但并无其他病症迹象 在最后的测试中 研究员Valdez希望在 2241的身体中 植入一个监控芯片 以控制他的能力 并操纵他帮助基金会 然而 伦理道德委员会 和少数欧武委员会 不同意这一行动 将一块监控芯片 植入一名如此年轻的孩子体内 是不可能不再之后 对他产生显著的成长损伤 介于其成熟的能力 这可能会对这个孩子 以及长期收容 均产生灾难性的问题 另外 命令一名孩子加入战斗 就算是在实验 也完全违反了所有的道德规范 这些实验比一个SCP更为重要 这与它看起来是否像个孩子无关 我们现在知晓了 它的大脑哪一部分 与何种特地异常能力相关 知晓更多的细节后 我们就能知晓其原理 我们也许甚至能够学会 如何引发这些能力 而我们也肯定能学会 将它们无效化的方法 我相信这一实验的成果 值得我们负担这些风险 使用这些手段 我们将更加接近人类大脑 与超常态现象反应机制的真相 另外 因监控硬件的更新 2241在手术后若成为一个威胁 我们可以随时对它进行无效化 实验在一场紧急会的主要监督者投票后被恢复 研究员Valdez被免罪 实验将继续进行 并希望不会出现其他意外 那男孩躺在我的床上 一整个晚上几乎奄奄一息 他能感觉到死亡的气息 正在慢慢侵蚀他的灵魂 此时一个矮矮胖胖 留着大胡子 穿着某种数要外衣的男人 走进了房间 他站在床边 并对男孩笑了笑 惊慌失措的男孩 下意识想要转身 结果却渴得很厉害 他低头看着他 眼里全是怜悯和难过的神色 然后询问是否需要他的帮助 男孩瞬间卸下了心房 慢慢平静了下来 他点了点头 男人便立刻开始了动作 他把手放在男孩胸前 大概3.5厘米的地方 并闭上了眼睛 几秒后 他的手发出了柔和的懒光 一股暖意 开始涌上男孩的胸膛 这种感觉 逐渐传遍全身 虽然有些缓慢 但他确实感受到自己的体力 正在逐渐恢复 男孩惊讶地问他是怎么做到的 但男人只是粗犷地鼓弄了一声 因为他已经累得汗流浃背了 他的手现在还在颤抖 男孩看得出来 这个男人正在为了他用尽全力 无论出了什么状况 他仍坚持发力 直到他确认男孩的疾病 已经完全痊愈才停下来 结束后 他猛地呼出一大口气 并倒在旁边的惠客椅上 赫鲁斯啊 我觉得我刚差点晕过去了 不过没事 你现在感觉怎样 孩子 他灿烂地笑着问道 而男孩回答说 他感觉棒极了 男人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站起身并准备离开 男孩叫住了他 并问他是谁 他说完后就独自笑了起来 你好 我在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 SCP基金会 SAFE等级的 SCP-208 SCP-208 也被称为贝斯 是一个留着大片胡须 且身材矮小的埃及男性 他的身体 也有相当浓密的体毛 他穿着古王国时代的埃及长袍 有时也会换成较为现代的尊庄 尽管他有着奇特的人类外表 研究人员仍认为 208就是埃及的神奇贝斯 研究人员相信 这观点是正确的 因为他更喜欢被称为贝斯 而不是208 而且他也对这个称呼 做出了愉悦的反应 当被问及 他到底是不是神奇时 他总是神秘地笑着说 你说我是谁 我就是谁呗 哼 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 也总这么说 他是个好人 除了被认为是埃及神奇以外 贝斯确实拥有一系列异常的能力 首先 且最重要的是 他有能力聚紧一种电子辐射 并将其从手中放射出来 借此诱导细胞快速再生和重组 这动作需要高度的集中 他的身体也能自然散发出 这种治愈的射线 但他的双手能更精确地引导他 第二 只要靠近贝斯 人们都表示会感到安全 自在和愉悦 这使他在员工中相当受欢迎 然而 当他周围有人心怀不轨 且有邪恶意图时 他们就会变得心反意乱 且极度害怕 这与古埃及神话中的贝斯 描述是一致的 因为他是抵御邪恶的存在 具体而言 贝斯是妇女和儿童的守护神 尽管他的外表独特 但他对他遇到的所有人都非常友善 因此 基金会允许贝斯在正点时期自由活动 人们通常都会看到他在医疗部门帮忙 照顾在基金会监管下的儿童 唯一能激发208攻击行为的东西就是蛇 他与蛇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208被发现时 是被埋在埃及尼罗河附近的土里 除了一只脚外 其余部分皆被花岗岩包裹着 基金会人员最后成功将他从岩石中敲了出来 一开始他们认为 他是一具完好的木乃伊尸体 直到他突然开始说话 贝斯对那些被惊呆的研究人员提问 他们反应过来后 随即呼叫了安保人员 然后他就大笑起来 拍了拍自己圆滚滚的肚子 贝斯随后被护送到 站点时期的站点主人处 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 且观察到其表现良好后 贝斯被允许在站点时期中自由走动 基金会对贝斯和SCP-500 也就是万灵药 做了一系列的比较实验 研究人员想要测试它与万灵药的疗效 经过三次的单独测试后 确认SCP-500比贝斯 具有更快速且更有效的治疗效果 当贝斯得知实验结果后 他对此吃之以鼻 他表示那些药虽然可以治愈你 但却不会跟你话家常 在被基金会监管一段时间后 一些研究人员想要测试贝斯 抵御非人形实体的能力 更具体来说 就是抵御SCP-682 当贝斯被告知 682特别危险 且具有暴力性质时 他只是耸了耸肩 并表示自己毫不担心 就算后来又被告知 682干的种种可怕事迹 贝斯依旧向研究人员保证 他会没事的 贝斯被带到682的收容室 他一踏进那里 682立即发出了 嘶嘶声和咆哮声 贝斯笑了笑 你嗓门还真够大的 贝斯大吼一声 682直接朝他冲了过来 贝斯伸出手 让蓝色的电磁疗欲波 从他手中发出 682突然停下脚步 并后退 而当贝斯朝他走去时 他开始惊声尖叫 在宇宙形成之前 我见过比你更强 更可怕的实体 我不是伟大的战士 也不是万神殿中最强的 但是你跟我比起来 你只不过是一条虫子 如果让我发现 你伤害这摄氏中的 任何一个人 我就会把你抓起来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最讨厌爬行动物 贝斯朝682 涂了一口口水后 就平静地离开了 在贝斯离开视线以前 682都表现得十分温顺 随后 这年主人问贝斯 他是否有能力 能够杀死682 贝斯摇了摇头 他解释道 虽然他可以压制它 很长一段时间 但它会在这个过程中死去 而682最终还是会打回原形 贝斯非常受基金会监管的孩子们的热烈欢迎和爱戴 这些孩子大多数要么受了重伤 要么生着病 要么受过创伤 但感谢有贝斯的神奇治愈力和亲切友善的态度 他们都被贝斯治愈了 他会给孩子们讲述他年轻时候的故事 实际上那些都是冷笑话 任何人听到都会想翻白眼 但孩子们去了开怀 他还告诉孩子们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 贝斯叔叔都会陪在他们身边 让一切都好起来 在Richards博士和贝斯的一场谈话中 贝斯表达了他在接受基金会监管后的喜悦之情 忙得上忙的感觉真好 我又能当医生了 他们看着孩子们玩着鬼抓人 Richards博士点了点头 并犹豫了一下 然后问贝斯是不是在事实上 比他现在表现出来的更强 啊 要我别跟你拐弯抹角是吧 行吧 我就是看起来比较恐怖而已 但如果我真的努力一下的话 我还是可以和一些敌人一较高下的 他的脸色在转向Richards博士时 按了下来 我老了 博士 我已经当不成英雄了 不过 我还是愿意为人类做任何事 尤其是为了孩子们 他们不应该受到任何伤害 如果基金会要你对付异常怎么办呢 上级恐怕会想尽一切办法 寻求各种帮助 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 那我就会笑着战斗 因为我愿意为了保护他们而死 他指着他们看着的那群孩子说道 你真的很与众不同 贝斯 我知道 因为我是最棒了 哦 谁你怎么说 Richards一边说 一边尽量不露出他的笑容 贝斯用自己的法力 辨出了各式各样的糖果 并对孩子们喊道 孩子们一边欢呼 一边跑向他 想要什么就拿吧 孩子们 因为你们 知道 贝斯用自己的糖果 贝斯用自己的糖果